我們今天, 不好意思, 你不要用 我覺得可以的 跟著我們這麼多集 大家都知道泰國到處都是美食 但通常都是香料重, 味道濃 這次我們轉一轉方向去嘗試新鮮生果做的甜品 和大家清新一下 在皇宮附近我們就吃了一個燒蝦 吃完這個燒蝦當然要吃甜品 其實走兩步, 先不要偷吃 我們還未吃 走兩步, 旁邊就會有一個燒蝦和雪糕的專門點 梳椒不是普通的椒 就是泰國最古老品種的一隻香蝦 未經過任何改造 每一隻都是短短, 肥肥, 很漂亮 這個很可以吃的 它本身已經是甜, 但甜得來是軟的 然後老闆娘就會拿來燒 燒蝦 它有一種很特製的醬 我們喝了蔗汁, 蔗汁提煙而成的 是天然, 而且沒有加過任何的 蔗汁水的味道 對, 蔗汁水的味道 之後就用來成為這個燒蝦, 再加上這個糖 它根本就是一個椰香的香蝦 所以可以叫它名叫椰香蝦 我覺得有點像蓮奶和花奶 加進去 它的味道就會變得更濃 椰汁味很濃 很棒啊, 吃這個椰青 但平時椰青水就喝得多了 這個新鮮做的, 用椰青水和椰青肉打出來的雪糕 會怎樣呢 看看 這個雪糕很好吃 因為它很香, 有椰青的味道 而且它不是太甜 很新鮮啊 感覺很新鮮啊 是椰子啊 椰青 椰青 是椰青啊 而且它是有一個殼裝 我覺得很有趣 壓麗 壓麗 壓麗神器 你可以自拍了, Victor 是啊 但已經沒有了雪糕 可以再加了 很多匙羹 不要以為只有雪糕 它這個椰汁裡面呢 椰汁還在 所以呢 基本上這個呢 就是一個 你要買椰青的概念 只不過是椰青水呢 就變成一個雪糕 它放在桌面 太短了 我睡不著 每條條都這麼短 你放棄吧